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守候 第45集,总得找到 今夏回到房间反锁上门 又把餐桌推过来,顶着门 做完这一切,他像脱离了一般仰面倒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刚才如果不是那个仗义帮忙的外卖小哥 他说不定已经被人追上了 他运气好,小哥是个好人 还怕那个男人继续跟着他 默默推着电瓶车给他照亮 他侧过身权缩在一起 双臂项圈紧紧抱着自己 害怕,无助,紧张的情绪包围着他 惊吓不敢开灯 黑暗仿佛才最安全,不会暴露他在的地方 房间里只有没拉岩石窗帘的窗口 露出一点点屋外隐隐绰绰的月光 他好想念以前房间里那盏纸雕灯 温暖的好像能照到他心里 他也好想陆毅,想念他的怀抱和温柔 泪眼朦胧中,淳于音那天对他说的话 还有想在耳边 今夏,你是个好孩子 你执着坚强,也善良坚定 陆毅说,你妈妈从小到大都不管你 和你的生活无关 和你们俩的未来也会无关 可这是你们年轻人天真的想法 他一天是你母亲,在血缘上,法律上,道义上就永远是你母亲 他和你继父还有你那个未成年的弟弟 就是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炸弹 会对你和陆毅造成什么,我不敢想,也不敢赌 我身体不好,不知道还能陪陆毅和他爸爸几年 我也不指望我的儿子找什么条件出众,家世显赫的对象 我只想他找一个普通简单的,能让他安安心心地搞研究做工作 而不是还有一个这样乱七八糟,甩不干净的月家 阿姨,您别说了,我明白 我看得出来,你和陆毅感情很好 我之所以单独见你,是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儿子 我要是当着他的面对你说这些,他就能给我当场翻脸 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这样吧 淳毅音的声音始终平淡温和 可是却像一把把软刀子戳进惊吓的心口 他没有选择 不告而别,切断所有与陆毅可能的联系,是他唯一能做的 他在离开之前,做好了所有的安排和计划 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陆毅从梦中突然惊醒 他睡眠不足,头疼欲裂 刚才直接仰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可是,突然被梦魇惊醒 梦里的惊吓被唐身困在黑暗的房子里,哭喊着救命 他醒过来时,背上冷汗层层 一时竟分不清楚是真是假 他手肘撑着膝盖深深叹气 惊吓,你到底在哪 陆毅下班走出医院大门 就看见淳于敏等在停车场出口 走过去,找我的 淳于敏摇摇头,不找你 你最近没空,又比较吓人 我比较爱自己的小命,想活着 那你找谁? 找他呀 淳于敏朝后一指 陆毅回头一看 岑福正开着车停到他们身边 那个,岑福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尴尬 那个,他找我有点事 陆毅没有太多心情仔细打听 只是扫了眼自己表妹 你别欺负岑福 惊吓还是没和我哥联系吗? 淳于敏上车坐定 看着他一个人走出大门的背影 也有点同情起他哥哥来 惊吓每次提起陆毅时 总是谋中有光 明明就是看得出来很爱他的人 走的时候,却这么干脆利落 岑福也叹了口气 他前一段时间 一直住在医院没日没夜的 被他师哥骂了一顿以后 倒是和以前一样正常上下班了 不过也很少待在家里 他说是在外面转转 我也没想到 我姑姑会反对他们 淳于敏后来接到过姑父 打来的电话 陆婷不放心那天 憋了一肚子气回去的陆毅 也担心那个一声不吭 就走了的小姑娘 其实,今夏挺好的呀 我哥那样的人 要挑条件好的 还不容易吗? 他能和今夏 在一起就说明他是认真的 啊,我想到了 淳于敏突然想起来 今夏不是辞职了吗? 那他总得找工作吧 我们有个合作方客户 是做招聘网站的 我联系他一下 在后台找一找 有没有今夏的登记信息 陈福趁等红灯的时间 看了他好一会儿 你是他亲表妹吗? 猜想起来这法子 哎呀,我这不是忘了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 淳于敏在长长的通讯路里 滑动起来 你先别和我哥说啊 能不能找到 还不知道呢 今夏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那天晚上的意外以后 他心有余悸 大白天都不敢出门 但今天必须得出去 他在网上看到 盲童学校在招生活老师 今天得过去面试 不过好在 盲童学校有教工宿舍 他要是在那里工作的话 就不用天天回来了 面试是盲童学校的 余校长亲自参与的 他显然认出了今夏 翻了翻简历又放下了 两手交握放在办公桌上 小元 简安医副院的行政边待遇 我这可给不了你 余校长 我只是需要这份工作 今夏做得笔直 像是绷着身体 而且 我也很喜欢这里的孩子 我能不能问一下 为什么 医副院毕竟是公立医院 好好的行政边 为什么要放弃 而且 这个小姑娘 每次都是和陆医生一起来的 因为个人原因 我已经离职了 他微微垂眸 也许是觉得自己 没有希望了 站起身道 如果您觉得我不合适 那么 等一下 余校长叫住了他 你的岗位周一和周五要住校 周末要轮流值班 节假日不能固定休息 但会按规定补足加班费 试用期一个月 你也可以选择考取教资 和通过盲文水平测试的方式 转当教师 有问题吗 没有 惊吓松了口气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余校长奇怪地抬头 看见女孩目光里流露出来伤感的情绪 您能不能不要告诉 别人 我在这里 别人两个字没有指谁 但余校长明白了 他放下文件 除了简历上这些以外其他情况 属于你的个人隐私 谢谢您 惊吓留在了盲同学校里 学校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 是个多出来的单间 虽然房间不大 但还有的也都齐全 他趁下午的时间回了一趟爷爷的老房子 把最近陆续添置的被褥收拾了一套 带去学校宿舍 学校里还有食堂 给他省了不少生活成本 他负责一个小学班孩子们的生活照料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既不像幼儿段的需要老师代劳 也不像高龄段的难管 而且女孩子居多 都乖乖乔乔惹惹惹人怜爱 虽然惊吓之前只是和路易来过几次 但许多孩子特别是眼疾重一些的孩子 他都认识 比如那个叫做朵朵的小姑娘 还记得路易上回来检查时说 如果情况继续稳定下去 朵朵明年就可以手术了 正是工作的第一天 朵朵就听出了她的声音 你是金夏姐姐 你给我们讲过大怪兽的故事 朵朵 我是袁老师 金夏摸了摸小姑娘的头 你喜欢听哪个大怪兽的故事 你不是金夏姐姐吗 朵朵歪了歪头 小朋友还是不能骗的 金夏没有正面回答 等你上完课 袁老师再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 嗯 欺负小朋友看不见 还是有点过分啊 可是 她还是很庆幸 能到这里来工作 有事情可以忙碌 不仅能让她暂时忘记掉心里的疼 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路易带她来过的地方 好像是命中注定 她又来到了有她在的地方 尽管她们已经分开了 陆毅从电梯里出来 站在自己家门口习惯性地发了会呆 陈福刚好出门丢垃圾 看到她站在门口 叹口气把垃圾丢在楼梯房 回来时看她还没有进去 淳于敏托人查过 今夏没有在招聘网站登记 所以没找到她的联系方式 陈福还是开了口 不过 他们会在留意着的 要是有消息 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谢谢 陆毅像是才回过神来一般 按下了门锁密码 陆毅 陈福叫住她 其实你想过没有 今夏不想让你找到她 就是不想回来 就算你找到了 她可能也剩下的话 陈福没有说完 陆毅的脚步停在了门口 她始终没有回头的背影 看起来有些落寞 我知道 可我总得找到她